嗨 我是寶可夢 今天大家都好嗎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這個主題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齁 就是最近我看了一本書叫做 原子習慣 就在這兒 那這本書其實是我姐姐借我的啦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齁 那很快很快就可以讀完了 所以我也介紹給大家分享齁 就是這一本書呢 我到底得到了哪些的收穫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齁 我相信你們一定可以從這些事情裡面 去學習到一些什麼事情 可以讓你在你的生命中所啟發 然後產生一些不同的化學反應 那往下走 本書的有三個重點提示齁 第一個就是習慣也會有 負利的效應吧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問題 我在書裡面看到一個這樣子的概念 那我就回來反推跟 印證我自己生活中是否也 有這樣類似的例子 我發現居然有耶 所以稍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二個是 當你每天改變自己一點點 那麼你將來就會非常的不一樣 這也是這本書裡面提示的一個 很重要的精神概念 真的可行嗎 那麼它的改變到底會多大齁 稍後再跟你分享 第三個我自己看到的重點就是 就是如果你從你的身分認同 來改變你自己思考任何事情的立場 那麼其實你的起心動念不一樣之後 你做出來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這是我在這本書裡面看到的三個重點 也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那我們就先進入我們第一個 我們的習慣難道也有負利的效應嗎 那他在這個書裡面舉的第一個例子 就是說如果你每天 就只是單純的增加一個百分點的不一樣的改變 只做了一點點微小的改變 那麼每天 每日 每夜 這樣子累積下一年之後 你至少就會有37倍不一樣的改變 但如果反過來 你每一天都比前一天還要帶多一點點 還要再退步百分之零點 還要再退步一趴 那麼其實到了一年之後 你可能就會變成一個完完全全沒有那麼廢人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意思 因為所謂的原子習慣指的是說 你不需要有一個大力大破 這樣子一定要馬上做一個就是那個很大的改變 其實不用 你其實只要每天改變一點點改變一點點 那麼也許長久累積下來 你的改變就會變成一個很不一樣的變化 舉例來講好了 以我自己來講 其實我自己本身 以前的話都是工作到很晚 然後我寧願睡到八九點 九點多十點 然後再起來 這樣子就是我的早上的時間 其實我都是用在補眠 好這樣子 那我後來發現其實這樣 這樣子的生活作息對我來說其實很不好 因為就是你的身體狀況變差 然後可能皮膚也變得不好 以後上節目就是 要上特別厚的妝喔 那這樣其實不好 所以後來我就是養成說 我要早一點睡覺 那我可能六點半 鬧中醫一想 我就起床了 起床第一件事情幹嘛 就是 開始再找一些相關的財經資訊 然後準備好 整理好 預先排程 然後時間到就是發給大家看 所以我的粉絲業才能夠從以前早期就是 可能一天就一篇 然後後來變得比較多一點一天四篇 的這種程度就是早中晚 然後還有晚上就是 早上中午然後 傍晚跟晚上四個時段 然後來分享這個一篇貼文 但後來我已經變本加厲到就是 一天我要分享十五篇貼文 才夠喔 就代表說其實台灣的金融產業跟 需要分享的一些理財相關的資訊其實非常非常的多 就是每天對我來說都像是打一場仗一樣 就是眼睛睜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開始蒐集這些資訊 迫不及待要分享給我們的粉絲朋友 所以這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很不一樣的改變 我只是單純 當初只是單純的改變一個心念說 那我就早起來做這件事情好了 所以後來就變成說 我六點多七點起床之後就開始在整理這些資訊 然後就開始在寫 那等到七點多八點多要出門去上班的時候 我已經工作一個小時了 所以我每天早上都比大家出門之前先為自己上班一個小時 這件事情累積了一年多兩年下來 其實它就產生的非常顯著的不一樣 也就是說寶可夢在發文的值跟量上面 其實都就遠遠超過其他的部落客喔 所以這個就是說 你從一個很微小的事情改變去做起 那麼事實上它會產生的這個幅度就會非常非常的大 這是一個我自己的經驗跟大家分享 所以也許你自己本身是否有什麼不良的習慣 你是否可以先從微小微小的一點點做改善做改變 那麼等你慢慢習慣這件事情之後 它就會慢慢的為你產生一些不一樣的效果 因為我會成為現在的寶可夢也是我之前始料未及的 因為我當初最一開始我想要做的事情其實很簡單 就是單純的分享我自己對信用卡的喜愛 跟我覺得開心的事情 然後就慢慢的越做越多越做越大喔 所以其實它只是一個很單純的每天去執行的一件事情而已 但是沒有想到它在一年跟兩年之後 它對我產生了一個這麼大的影響 甚至到說只要市場上有什麼風吹掃動 所有的記者跟媒體 他們馬上就會打電話給我 然後來問我說 你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麼 因為他們要做報導了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可為你自己做一點不一樣的什麼事情 那麼長久累積下來 它絕對會產生一些不同的改變 在我的身上至少我就應徵了這件事情 那也是提供我自己的個人經驗跟大家分享 好嗎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第二個重點 每天改變自己一點點 將來大不同 這就是所謂的習慣 所以習慣就是自我改善這件事情的一個複利 每天只要自己改變自己一點點 其實就會產生很不一樣的效果 那當然很多人就有問題就是說 我們其實都會高估我們每一次做決定的判斷 它會產生的影響是很深遠 然後可能就是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但是其實不會這個樣子的 我們人的成長跟改變其實都是漸進慢慢慢慢的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現在去做的一點點微小的改變 其實你沒有辦法在下個禮拜或者是下個月馬上就看到很明顯的成效 因為它其實也是慢慢慢慢的 就好像是我們要做皮膚保養 那所謂的皮膚保養不是說你現在買了這個保養品 你現在開始擦 今天擦明天成效就變好 其實沒有 它一定是要慢慢的慢慢的去累積 那麼你有長時間的長期去做保養 那麼你的皮膚就比別人好 比較不會老化 所以這個也是我覺得 最近在學習跟保養有關知識的時候 那些化妝品專櫃的專員他們跟我講的這件事情 就是很多事情都還是要持之以恆的去做 所以我相信這件事情寶可夢做得到 你們一定也做得到 好嗎 所以永遠不要放棄 就是對於大家對於花錢都是一件這麼有毅力 這麼開心的事情 是不是可以把它這個想法轉變成存錢的習慣 也許你這樣子你就會有一些不一樣的這個發展 也不一定 就是存錢存習慣之後你就變成大風 就是這樣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 第三個重點 是我自己看到 我覺得也蠻重要的 就是所謂的身份認同 身份認同這件事情要怎麼解釋呢 就好像是 如果你是一個煙癮的抽煙者 那麼人家問你說 欸 你要不要抽煙 那麼你回答的第一句話 你回答說 欸 謝謝不了我再戒煙 那麼這件事情呢 跟你的第二個回答 比如說謝謝你不了我不抽煙 這其實是有本質上的不一樣 因為你在戒煙的意思是說 我是一個喜歡抽煙的人 然後我現在在試著戒煮這樣子的習慣 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 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是第二個回答的人的話 其實你的心態已經有180度轉變了 因為你已經沒有在抽煙了 你不是抽煙的那種人 所以你不需要跟人家拿香煙來抽 所以這中間其實還是有一個顯著的不一樣 我不知道 舉這個例子大家可不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你還是比較難以理解說 這個所謂的身份認同 其實會改變你這個做事情的這個方向跟感覺的話 我再舉第二個例子給大家看 就是一開始的話 我是想要成為信用卡布洛克 是嗎 如果你想要做一件事情 比如說你覺得寶可夢 哇好厲害喔 那我想要向它去學習 那我就要努力成為一個 就是一方霸主 比如說信用卡第二把交椅之類的 那跟你自己的認同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個信用卡布洛克 那其實是有不一樣的差異 因為當我想要成為那樣子的人的時候 其實我就會想方設法 千方百計的想要去達到那樣子的一個成就 就會變成說 要有那個悉情的 要寫一些就是那種很煽動性的 或者是那個要寫的很誇張的東西 然後來吸引人家來看我文章的 那這個當然就是早期的時候會這樣寫 為了就是要增加自己的文章被看到的這個 所謂的可能性 然後就會很努力的就往這個方向寫 但是往往那個東西寫出來就只是 騙你的讚 或者是騙你的觀看次數 然後瞬間流量很高 但事實上它沒有辦法成為我 要做成一個有影響力的人的這個奠基的部分 它其實是不夠的 因為它只是單純的想要吸引人家來看 或者是比如說 有一些部落客他們會做一件事情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說 比如說現在繳稅記好了 繳稅記根本就還沒開始 比如說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時候 那有一些部落客他們就已經寫了 2020年的繳稅公約 他就是要博得大家的眼球 跟網路搜尋的第一的流量的部分 所以他就會先把這東西寫好 但事實上所有的銀行都還沒有開始公告這些訊息 有時候我就會覺得 哇這樣的行為真的是也非常的誇張 就是什麼東西我就一定要先寫好 然後到時候反正人家就會先進來 那我再持續的更新上去 我覺得有時候這種搶流量的方式 也感覺上就是 只是為了要去博得那個流量去做的事情 但如果你是發自信裡面真的覺得這個東西好 然後很認真的去寫的話 那我覺得那個出發點感覺上是不一樣的 就比如說我現在覺得我是信用卡部落客 所以我覺得銀行講的這件事情 銀行所做的這個決定 下半年的優惠比如說權益改叉了 我有必要出來替大家發聲 我要去講這件事情 那麼我就因為我是消費者 也因為我是部落客 所以我覺得我有義務要為大家發聲 所以我之前才會寫那些文章就是 常常看的可能很不爽 銀行看的很不爽 但是我還是要講的這件事情 因為這就是我身為部落客 我應該要做的事情 我自己畢竟是消費者 我也不希望我的權益受到影響 所以我希望能夠站在跟消費者 一樣的同一陣線上面去講這件事情 但這件事情很明顯就是會得罪廠商嘛 然後銀行可能不爽 然後就不找你合作 所以包括孟坤台新的關係 就是有這一兩年的關係 其實都是很冷淡 就是他們根本就不喜歡我也不想找我 就是因為我講的話 害他們的玻璃心碎滿地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們是一個有節操的人 我們是一個 願意講真話的人 那才是一個真正就是 該做的事情不是嗎 而不是永遠都是為了為錢看齊 然後拿人家的錢就要講一下好話 我覺得這樣子 過這樣的生活真的很痛苦 就是你收人家的錢 然後你不然在寫文章 那將來他有一些什麼活動的時候 你礙於人情的因素 你可能還是要幫他講一下好話 我覺得這種事情做多了真的會很累 然後所有的銀行 你如果都有跟他們合作關係 那你所有的銀行都不能夠講壞話了 那我覺得 那我就叫信用卡打手就好了 我幹嘛叫信用卡布洛克 我連我自己的任何的一點點想法 都不能講嘛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我覺得那就跟我的初衷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 當你的立場或你的身份認同 其實是會影響到 你做這件事情的正確性 或者是你做這件事情的出發性是好的 就比如說 我就算現在 我的文章其實說真的 99%以上在部落格文章都是不賺錢的 因為他就是沒有業配嘛 那只有1% 低於1%的文章是有合作有收錢的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 跟我的初衷就會有很大的轉變 如果我單純只是為了要賺錢 我想要成為信用卡布洛克 我想要靠這個賺錢 那麼我寫的每一篇文章 我都會非常計較它的流量 我都會非常計較說 欸觀眾對我的反應怎麼樣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這篇文章 就會非常的視力 而且它會不夠客觀吧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但是如果我是 只是單純因為我是一個信用卡布洛克 我有義務去把正確的知識跟大家講 那不會有參雜任何的 就是商業的考量在裡面 我覺得這樣子對大家來說其實 應該才會比較好 然後就長遠的狀況來講的話 其實它也是對整個生態是比較好的 所以我覺得身份認同這件事情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它也會影響到你做這件事情的 最後背後的成因跟影響的這個成面 再舉一個例子 就是比如說錢好了 這個 這邊沒有 那我就直接用講的 我想要成為一個有錢人 跟我 本身 在我的骨子裡面 就是一個很會很會賺錢的人 那這中間到底有什麼差異呢 就是 我可能是一個很懶散的人 但是呢 我想要有錢 我想要賺錢 我想要靠投資發財 但是事實上 我只是想著要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的骨子裡面 可能我就是一個愛花錢 然後就是看到這個市場上有什麼新鮮的小東西 我就想要花錢去買來 就是滿足自己小缺心的人 那麼事實上你的根本的根源 你都沒有改變 所以你只是嘴巴裡面講講 但是你不會完全的照你嘴巴講的 你想要成為那樣的人去做 所以你是不可能成功的 對 但如果你是從你的認同上面去改變 你覺得說我就是要賺錢 我就是想要財富自由 我就是這樣的人 而且我會成功 所以我就認真的往這個方向去做 那麼你會成功嗎 你成功的機率絕對比別人大很多 就像我現在 我已經改變我的思維了 我要在十年之內財富自由 我甚至想要壓縮到三年之內財富自由 所以我一年可能要賺個 比如說三年要賺一千萬 一年就要賺三百三三萬嘛 所以如果我能夠往這個方向去努力的話 我真的很認真的去經營我的事業 那麼我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 都在做這件事情 我都在想著要組合去完成這件事情 而且認真腳踏實地去做 那麼我成功的機率的確是比別人還高 而且我真的已經往那個方向去做了 所以我對我自己的認同 是已經完全轉換掉了 不是說我想要財富自由 我真的好想喔 但是呢 我平常下班回到家我累得要死 然後我就是躺在床上 然後看電視 然後就是吃餅乾甩廢 其實沒有 因為我幾乎每天都是八九點下班 然後回到家裡面之後 累得像條狗 我還是要開始去想說我今天要講什麼 然後我要很認真的去規劃我的powerpoint 並且把它錄製成影片給大家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就不是人 非人的生活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因為我的身份認同我做了一個改變 所以我可以去做到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也希望你們能夠跟我一樣 用這種方式去思考你到底想要成為怎樣的人 從那個根基下面去做改變的話 也許你成為怎麼樣的人不是一件難事 而這些原子習慣就可以慢慢的慢慢的 就是帶著你去做改變 好就是這個樣子 就好像我不是科班出身 但是我非常非常認真的研究信用卡 研究了九年 結果我就成為全台灣自有影響力的信用卡 以前 輔馬在前面的時候我成人家一生老大哥 但現在其實我已經完全超越他 我就覺得的確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在這個市場就是 你如果認真努力打拼 抓到了屬於你的機緣 你真的有可能會一飛衝天 所以我相信大家看著寶可夢這樣子一路走來 其實就是這樣子的道理 你們也可以從這裡面去得到一點啟發 如果你願意認真花一點時間 在你有興趣的事情上面 不出3.5年 絕對有可能會做一番事業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不管是在信用卡 或者是在這個所謂的金融理財知識上面 因為我的書上面我自己就改名字了嘛 我就自己的稱號就改了 我是理財達人寶可夢 有沒有這裡有寫到 這邊有沒有 理財達人寶可夢 所以就是這樣子 因為出版社賦予我的一個定義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也希望我自己 真的就轉型改成那個方向去走 我希望我可以懂更多金融知識 更多理財知識 然後能夠有自己的判斷 能夠帶給大家最好最好的知識 不管現在做這件事情 是不是能夠賺錢 我覺得那不是重點 我可以從其他地方賺錢 但是我覺得跟大家分享 重要的知識這件事情 是不能用金錢去做衡量的比例的 所以每天晚上就是類的相調口 還是要打開電腦 打開這個所謂的camera 然後這個 我們的這個 你看錄音的 這個我也買了 這個錄音的麥克風 打開就開始錄 有什麼想什麼 整理好的就趕快分享 所以這對我來說就是一個 我應該要去做的事情 我不是金融理財背景出身人 但是我要成為一個 言之有物的理財型YouTuber 能夠把我自己 心裡面所想的 整理好的知識都跟你講 因為 我非常相信 我能夠在電視上面講的 偷偷是到這些平台 這些媒體 這些電視台 這麼喜歡找我去講 為什麼我就不能夠在我自己的平台 好好的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故事呢 我相信 我是一個講話可以有條理的人 那麼我傳授給大家的知識 絕對不亞於我在電視上面講的那些東西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夠從這本書裡面 去學習到一些 對自己來說是有幫助的一些習慣 戒除到壞的習慣 或者是養成一個好的習慣 只要從最微小的1% 一點點去做改變 比如說 規定自己每天早上都要早起 這件事情雖然說有時候很困難 但是 如果你能夠做到這件事情的話 你自己有了信心 將來再繼續往下去做 生活上的其他事情的改變 那麼 你的確就有可能成為一個 不同凡響的人 好 所以這是這本書帶給我的心得 我也希望你們就是能夠有所收穫 好嗎 喜歡的話就去博克蘭 如果不喜歡的話就聽聽就過了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 人生就是這樣子 我們會一直不斷的吸收不同的新的資訊 然後一直不斷的去做改變 最後我們就會成為我們夢想中 夢寐以求的那樣子的人 好嗎 我是寶可夢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也非常歡迎你就是按讚 訂閱 然後就是把它分享出去給你的親友 讓他們可以一樣吸收到這麼棒的知識 好嗎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